政治焦点来关心 陈时中 黄珊珊和蒋万安 三位台北市长参选人 受邀出席台湾气候行动博览会 针对环境永续的议题 各自提出政签 俨然成为了市长编论会的前手展 握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宣言 陈时中 黄珊珊 蒋万安 三人同框握手 一起受邀出席台湾气候行动博览会 就环境永续议题各书己见 能够真正的运作起来 市民跟我们一起带着台北 跟着台北一起迈向永续 共创移居永续台北 推绿能 减碳牌 具体该怎么做 想要找出台北市长大卫的三位参选人 各自提出解放 俨然就是辩论会的前哨站 比完政见 山 中 两人 又针对负面选战到底谁发起隔空交火 如果他没有做负面选举 他是谁在做负面选举 负面选举的几头人都是陈时中先生 收集一下相关的话语 那就负面的言词 谁比较多其实就一目了然了 不只黄珊珊猛攻 蒋万安也在批陈时中 抗中宝台挂嘴边 好像不念咒语就不会选举 侮辱台湾的智慧 是只会念抗中宝台咒语 没有 我只是把台湾人的心声 清楚地表达 这绝对不是咒语 这是台湾人的心声 不只讲出台湾人的心声 陈时中也把自己常说的话 像是责任来我就扛 这般经典阿中语录 亲自手写做成贴图 对于各个年龄层的需求 我们的语律都非常的重视 我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自己有在 听起来还不错 再考虑一下 文宣战也是选战中 很重要的一环 毕竟端出好的证件 也要设法让市民看见 才能真正起到加分效果 记者 林先生 李明洪 稍微相特别报道